IC 机体电路是将半导体电路小型化 IC 是由加QV在1958年发明的 IC 现在无所不在 电脑 手机 数位家电 IC 带来的数位革命让科技大跃进 IoT 5G AI 8K Video 自动驾驶 IC 实现人类未来的每一个梦想 我是陆一真 在未来科技的路上 IC 梦想家 Hello 观人朋友 听众朋友 大家早安 欢迎大家在新一天上午11点钟的时间 加入IC 梦想家 我是陆一真 时间过得超级无敌快的 现在已经9月份了 所以已经这一年过了四分之三的时间 那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感觉 我觉得2019年过得超怪 然后时间过得很快很快 然后也发生很多很多的事情 那发生最多事情的我觉得还有科技界 不论是贸易战或是新的产品或是新的新闻 其实今年都还蛮风起云涌的 怎么办法在这么快速变化的产业当中掌握一些趋势跟关键呢 星期天早上11点钟准时收听IC梦想家 或许是一个很好的投资啦 你可以透过这个非碟联播网全国的频道收听之外呢 也可以透过APP来身上收听 还有每一次节目播出之后呢 在YouTube上面也会有影音让你看到我们今天访谈的嘉宾到底是谁 例如说今天我们要来到现场的节目的来宾呢 她是一间叫Lucy的公司的这个亚太区的商务开发经理 她的名字叫做蔡成志 什么是Lucy呢 她是一间英文字就是更清晰更清楚的意思 但是呢她这间公司专门是做3D的相机软体 也就是说你平面这样子拍照自拍 大都是平面的 然后180度 但是她的这个软体可以有办法这样子自拍之后呢 有景深360度还可以拖曳 还可以加上很像IG上面的这种新的滤镜啦 或是一些小的这种贴图等等 让她变得非常非常好玩 所以我们今天来看看她这个技术到底 还可以用在比如说是不是可以用在自驾车啦 或者是用在不同的人脸辨识这种产业链上面 我们今天就听蔡成志来一起聊聊 而且听说她年纪超级无敌小的 所以请你持续锁定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 好啦那就像节目一刚开始说到了 今年2019年时间已经过了四分之三了 赶快来掌握科技界的头条大事 一秒钟都不要错过 我们来听听Grace主播 她这个星期要帮我们播报什么新闻 IC新闻 大家好我是Grace 以下为您汇诊过去一周产烟重点新闻摘要 半导体相关新闻出自电子时报 尼光南RISC-V为陆半导体业超车机遇 为面临生态缺陷 中国工程院院士尼光南指出 未来随着云端运算与大数据的兴起 以RISC-V为核心的开源晶片 可能会成为全球主流CPU之一 记忆体相关新闻出自电子时报 1Z奈米制程竞赛展开 美光2020年渴望在台量产 DRAM价格稍见止跌迹象 DRAM大厂加速推进1Z奈米制程技术 美光将为首家使用1Z奈米制程技术量产 16GbDDR4产品业者 初期将导入日本广岛厂进行试产 预计2020年上半渴望在台量产 记忆体相关新闻出自电子时报 东芝机体收购光宝SSD部门 抢占企业级SSD储存商机 光宝SSD部门出售案 确定由东芝机体成为接手买家 交易金额约为1.65亿美元 光宝过去经由PC大厂供应链 切入储存装置市场 东芝机体透过收购强化企业级SSD市场版图 并衔接原有微软供应链 中美贸易相关新闻出自BBC 中美贸易战全球经济将成最大的输家 若贸易战进一步升级到金融制裁 美国采取措施禁止中国公司在美国募集资本 将造成全球市场混乱 可能引发中国经济衰退 给东南亚 澳大利亚和巴西 这类大宗货物出口国带来灾难性影响 中美贸易相关新闻出自经济日报 新一轮关税实行 苹果五项产品可能涨价 美中贸易战本周起将对苹果公司造成具体冲击 智慧手表Apple Watch与表带 无线耳机AirPods 智慧音箱HomePod等产品都将被加征关税 不仅可能导致苹果产品涨价 也可能破坏全球供应链 电动车相关新闻出自电子时报 油电混合车过渡期倒数 2021年全球纯电动车年销量将迎头赶上 富士经济提出电动车全球市场规模新预测 2021年纯电动车年销量比2020年将增加39.1% 达359万辆 油电混合动力车则是年增2.8% 年销297万辆 2021年纯电动车年销量将首次超过油电混合动力车 5G相关新闻出自电子时报 高通推出Wi-Fi 6晶片 5G Wi-Fi得以无缝切换 预计将于2020年推出Wi-Fi 6 以及5G技术 与其前代产品不同之处在更紧密协同工作 使Wi-Fi路由器能更无缝切换 使用这两种网路的手机和其他设备连线 8K相关新闻出自巨亨网 稳固电视市场话语权 三星将为8K电视制定相关标准 三星电子于9月1日宣布 将代表8K协会筹备8K电视性能标准和规格 试图扩大8K协会会员数量 为电视市场注入火力 同时保持其在该市场的领导地位 以上是本周IC新闻 我们下回见 好啦 谢谢Grace帮我们整理 那其实每一年到了9月份的时候呢 大家其实最关心 在科系界最关心的一件事情呢 就是9月每一年苹果都会在这一年宣布 他们的最新产品 他们的秋季发布会 最有可能来公布新的iPhone还有售价 那今年大家都在看 到底是不是三颗镜头怎么排列呢 是三角形 直形 还是怪怪的形状什么的 那刚才你有听Grace讲到吗 其实因为中美贸易战的关系 新一轮的这个关税呢 会造成了包括它的无线耳机 AirPods或者是它的Apple Watch 都会更贵 所以呢 其实 有的时候会觉得新闻的字眼很远 但是其实它跟我们的生活是很近的 例如说你如果 今年好时不时想要换新的耳机 新的Apple Watch 其实今年就蛮随的 因为今年的关税 其实以前都没有 因为今年中美贸易战打得如火如荼 所以说是不是要好好的赶快stay tune 每个星期天早上11点钟 好好掌握一下科技脉动好不好 今年我觉得各种东西都会蛮贵 尤其是三颗镜头 手机镜头就是最贵的东西 然后三颗加在一起 到底还要多清晰 我们马上就可以揭晓了 希望下个星期呢 可以带来更多的资讯 好 那除了Grace 帮我们整理的新闻资料之外呢 每一周我们的科技大叔派水客 他也会用一些活泼的方式来说 新的科技知识 今天要讲的事情是 辨识你的情绪竟然有伤机 赶快听听帕翠克怎么说 欢迎收听科技大叔说故事单元 我是帕翠克大叔 今天大叔想要聊的主题是 情绪经济大未来 我们知道情绪经济 他是利用情绪辨识系统 判读使用者心情的经济模式 那最早的这个情绪辨识装置 我们可以追溯到这个1870年 发明这个所谓的测谎机 他是利用测量脉搏啊 血压 呼吸啊 来判断受测者 是否因为说谎而感到紧张 进而产生一些身体上面的一些变化 那科技日新月异啊 后来这个语音情绪辨识系统问世 这种系统他需要事先归纳一些词汇 然后再由说话的这个内容 来判定你的心情 此事哦 不同情境下相同的这个语言 他所传达的这个情感 可能天差地别了 那针对词典 一家以色列的科技公司 他开发了以声音为主的这种辨识系统 那透过记录啊 识别音域啊 还有语调的变化 以分析这个说话者他的心情 这确实是提高了这个情感叛读的可 但还是不太全面 那还有另外一家科技公司 随后也推出了这个脸部的情绪辨识系统 他截取这个面部肌肉收缩啊 或是放松的画面 但仍达不到百分百的这个精准度 只是我们从这个生物的角度来看 如果判读的依据是来自于人的意识啊 那么刻意卫装的这个表情或是声调啊 是否都能够一览无疑呢 因此有人想利用这个脑波来判别情绪 那脑波指的是 大脑神经细胞活动时的电位波动 那人处在不同情绪时候的那个脑波频率啊 它其实是有差别的 比如说你是愉快啊 或是有压力的时候 它脑波呈现出来是不太一样的 基于这些理论啊 脑波辨识系统原理 就是把用来收集脑波的这个无线传感器啊 迁入到帽子里面 然后再由控制中心收集一些数据 以判读这个穿戴者他的情绪 我们知道在中国已经有公司使用这样子的产品哦 那企业组能够透过控制中心 接收员工的这些脑波讯号 他可以分析该员工的他的一个心情的状态 进而提升这个工作效率了 当然他也用在这个教育界 让老师可以了解学生在课堂上是否够专注 并适时的给予一些协助 近几年哈这个坊间陆续出现所谓这个复合型的情绪辨识系统 它是生理侦测搭配脸部辨识 语音内容连结声闻音语 他是这样子的一种原理 但大叔认为哈情绪辨识的这个重点 不应该只是在这个辨识准确率的高低 如何利用判读的结果 真正的贴近使用人的需求 恐怕才是他真正的价值所在 大叔以前曾经写了一篇文章 说明这个Netflix 他是利用内容推荐系统 来猜测每位会员的他的喜好 进而主动投递相关的影片 但是我们知道透过这个大数据分析 AI可以知道你喜欢运动大于音乐 可以知道你喜欢歌曲A大于歌曲B 但他可能不知道你什么时候不想运动 反而想听一些音乐 或是此时心情只想听歌曲B 而不想听歌曲A 那情绪辨识系统 若真正的能这个体贴人的需求 而人们真的能依赖他 来满足你自己的情感 大叔觉得那才是最有价值的部分 可能到那个时候 我们再谈如何提高情绪辨识的准确度 可能会更有意义 那今天的故事到此为止 我是科技大叔派翠克 我们下回见啰 哈喽听众朋友还有观众朋友 欢迎回到这个节目的现场 我们今天呢 邀请到这位非常年轻的 你说创业有为吗 你会希望别人怎么称呼你的工程师 BD还是创业家 你会觉得哪一个称呼比较好一些 我觉得依目前来讲BD吧 还是BD 但是创业其实也开了 是你的基因里面对不对 因为我有念到资料 你非常喜欢创业跟科技 跟观众朋友跟亲友朋友介绍一下你自己 好 哈喽大家好 我是Jeff 我目前呢 在Lucid担任亚太区的BD负责人 也就是负责整个Lucid 我们软体的在亚太区的业务发展 那之前的话我本身呢也都是在不同的多间的新创跟不同的领域 去负责BD或是就是Business side这边的业务 好 你刚说你现在服务的这间公司叫Lucid 它是一间怎样的公司 它是一间呢 美商矽谷的新创 那其实非常有趣的 为什么跟台湾这么强的连结 就是因为呢 我们伪创有参与当我们的投资人 那我们一开始的硬体产品也是在 也是透过伪创来生产的 所以呢 跟台湾的连结 然后跟台湾人才 特别是我们很喜欢台湾这边人才的整个培育基地 那以这边为亚太的gateway 我没有听到你们的产品是什么 对不好意思 我们的产品呢 是一个3D相机软体 主要就是透过双镜头 像我们的人眼一样 然后呢它可以及时的去拍出3D的内容 以及去传递出去 这就是我们的宗旨 什么意思 因为现在我们吧 不论是用iPhone或是Android系统的阵营的手机 拍出来都是2D的照片 我们很容易在LINE啊 或是Facebook上面做宣传或Pose在IG上面 那你们的软体有什么不一样 OK 我们的软体呢 其实最大的差别是 大家呢 只要透过我们的产品 然后呢 就是现在人手一击嘛 通过我们的App 现在也上架叫LucyPix 你都可以拍出3D照片 并且share到Facebook上面 你现在现场示范给我一下 我如果没有听看到这个 YouTube或者是影片的听众朋友呢 我现在试着用现场的声音来描述一下 看看这是一个怎样的体验 好所以每个人都可以下载 这一个App叫做LucyPix LucyPix Lucy就是清醒的这个意思 OK好 然后呢 然后我现在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好 进来的这个画面呢 其实就有一个内建的这个滤镜的旁边的这个特效在里头 好 就像每一个IG或者是正方形长方形的照片 对 然后 然后呢 然后呢 你只要 其实只要按下拍照键 然后等待一下 按下拍照键 好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其实就是我们现场看到的 我们现场工作的这个地方 是一个摄影机 然后但是你如果左右稍微转一下的话呢 其实可以看到他旁边延伸出来的照片 而且重点是他是一个有景深有距离的对不对 对对对 所以也就是说拍照的这个流程完全一模一样 但是拍照的成品有什么差别呢 最主要差别就在于他说有他有距离有景深的嘛 你就可以看到这个东西是更立体的 那你拍出来也是更生动 你睡得出去的时候 大家会觉得 好像现场可以感受到那种产品突出的感觉 或是你现场跟大家产生内容的时候 是更心形态的 好 我觉得刚刚拍这个麦克风可能不是很清楚 我们拍当我们两个人自己的自拍 然后让观众朋友也可以看一下 就是说他这个景深感觉到底是怎样的 可以 所以他也可以改变镜头 然后再改变预径 然后跟刚才那个滤镜其实已经不一样 好 我们两个人比如说现在正在做节目现场 好 嗯 好 后一下其实时间也很快大概多个0.5秒吧 对 然后不知道有没有办法看出了 他其实左右都可以看得到稍微延伸的地方 重点是他感觉我后面的这块布幕离我有一点距离嘛 是是是是 为什么会想要现在在市场上面提供一个这样子的软体呢 因为我们发现了大家都在追求新型态的内容 也就是3D或VR或AR 可是呢都太太麻烦了 也就是你需要特殊的设备 我跟你分享一件事情就是我大概16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们在播新闻的时候用一个VR的摄影机来拍 也就是它一个360环境的 但是它上传到Facebook之后 我发现大家不太懂得怎么看 嗯 对 那是因为其实你在看的时候 你还需要特殊的硬体 那你需要特殊的硬体的时候就 连观众都觉得很麻烦 那我们制作都已经需要花很大的efforts 然后还有成本去做 那如果观众不知道怎么去看 或是没有那样子的硬体的时候 那就很可惜 所以我们才推出了这样的APP 是让大家用手机就可以拍 拍了之后也都可以看 我们现在全世界有3D View 也就是Facebook 然后还有我们也有这个东西 所以大家在看的时候 还可以Preview Preview完之后你才学得出去嘛 会比较安心一点 哦所以你们在创造一个不用戴头盔装置 不论是超级一美金的Google这个Cardboard 还是就是HTC 他们有做很大的头盔嘛 对不对Vice 你们不用这些装置 就可以直接看到3D的东西 是是对对对 这就是Lucy最主要提供的 是是是就提供的价值嘛 提供给大家的价值 好那所以如果是一般的手机用户 不论是Android或者Apple的手机 都可以下载你们的Lucy App 没错 但好像有一个手机里面 不论怎么样已经自建在里头了是不是 对就是这一支Hydrogen 我们有带来 这个Hydrogen One呢 其实也透过洪海代工的 哦洪海代工制造的 它好像是一个变形金刚很厉害的感觉 就是一个007电影会看到的暗器 就很高度智能 你给观众朋友看一下 好 那其实你在用它的时候 就像一般的Android手机一样 可是当 我帮你拿好了 好 很像Android手机 但是它每一张拍的照片 随便拿一个镜头来拍嘛 好 我们可以开那个 开影片 它拍出来都会是3D内容 特别在看影片的时候 哦这是一个影片档 对对对影片 它可以转Lenscape 比较 哦 对对 Lenscape会比较好 它如果变一个横向的话 就立刻其实是OK 有景深有差距的 对 好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 这个是阿凡达的系列的影片嘛 对对 然后但是你在手机里面 就可以直接看到 它这个3D景深的效果 而且是一个内建在手机里头的影片 对对内建 然后我们也可以看一下 我们也可以看一下 一般的照片 它拍出来其实也都是3D嘛 刚刚我们现场其实都拍了 有拍了几张 对就是也是我们两个人 在这个节目开播之前 现场拍的 OK的确是这个景深的感觉更好 然后觉得是人是在更突出的 然后不仅是在更后方 这样 那这一支手机很特别 就是不用特别再下载你们的软件 不用不用 就是这个是我们 当初在帮他们克制的时候 他们就 苦找不到就是我们的solution 就是透过双镜头 然后可以拍3D 因为他可以看 可是不能拍没有用嘛 那么他找这样子的solution 在美国找了一圈 欸刚好遇到 那我们有这样solution给他们 然后帮他们做校正 以及后面的成像 就是刚刚提到说 透过双镜头 就可以拍出来这个效果 那就解决他们的问题 你自己观察 不论是消费者来说 或者是市场上面的业界来说 真的越来越需要这种3D成像 跟阅读的体验吗 我自己觉得是 因为当我们内容走到一个 现在就是在2D的照片 影片 然后各种修图的软体 那我们就会发现说 欸其实大家要的是更多的 我要越来越丰富 所以开始有AI AI的相机软体修图 可是还是挺有在2D 那怎么办呢 你要跑到VR 又太happy 就是大家又要休想 就要头盔嘛 对不对 然后又要什么感测器 什么之类的 没错 又太太多了 是 所以呢 所以我们这个solution 就让大家可以直接拍很轻松 你编辑在手机上完成 你不用回去再打开电脑 休个半小时 一小时等等 然后就是那么大的effort嘛 那传出去的时候呢 我们也有viewer 更甚至呢 如果你今天想要像这个 传出去的时候 你们也有一个阅读器 对对对 播放器 播放器 这是每个手机都有的吗 还是还要再下载的 这需要透过我们的软体 对 下载你们的软体 但是如果我直接上传在Facebook上面 就大家都可以直接可以看 没错 那更甚至呢 如果你想要hydrogen这种效果 可是呢 你要买它 这只手机的效果 对对 这只手机价钱不便宜 真的看起来就是 制作很精良啦 就是感觉是一个非常酷炫的 像3C的gadget 好然后呢继续说 然后如果你要这个效果 但它的价格毕竟有点高 我们现在有一个很便宜的solution 是3D的裸式保护贴 这个solution我们也有 那什么东西都告诉我们 好 其实如果你今天有一台iPhone呢 或是Android手机 其实透过这个保护贴一贴上去 平常是2D的 可是你看这种content 3D内容的时候 它就会变裸式3D 那个保护贴现在在哪里 我今天 因为我们是放在仓库里 还没有在市场上面 现在还卖了吗 也还没有 也还没有 所以你等于是给我们一个先的消息 独家的消息 独家的对 就是以后在 就像我自己的iPhone上面 贴上这个萤幕的保护贴 我看一个什么美剧好了 随便 最红的美剧是什么 Gandle Throne好了 假设 看了 加这个保护贴 就会看起来像是3D的东西 但是它的content 它的内容本身也需要是有3D的 对 它的拍摄过程也需要是3D的镜头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成像加上你们的保护贴 就可以看起来是3D的影响 没错 就是让大家就降低所有的门槛 对 就不用再去买头盔 不用了 不用去买 那个回家还要自己组装 什么两个眼镜的这个地方 对完全是不用 你就不用很麻烦 然后还要拍完出来之后 大家看也麻烦 完全不用 你这样拍完 直接到看的时候 有一个保护贴 那它平常2D也不影响你 那你要看3D 它就变3D 我懂 这也暂时解决 还没有每一只手机 都viewer的这个问题 是 是 OK 好 我们今天呢 在节目上面跟大家一起聊一聊的呢 是来自于Lucy这间公司的这个亚太区的这个商务开发经理 Jeff 他很年轻 今年才27岁 然后你们刚解释的这个市场上面的解决方案 就是让大家可以更轻松的制作 我同时阅读3D的内容 对 对啊 对完全没错 那除了这个之外呢 这是跟消费者比较相关的 也有是2B 就企业用的 像是呢 如果你今天在产线需要去检测的时候 现在大部分是人工 那也有AOI 就是一般的工业检测软体去做自动化的部分 那如果 现在我们的手机 AOI AOI全名是Automatic Optical Inspection OK 人工的来检测 它也算是通过电脑软体去比对 但是这是2D比对 那我们的强项是3D嘛 所以我们可以做到3D的自动工业检测 也就是说在生产线上面 可以更好的找出有瑕疵的东西 对 或出了问题的环节 没错 没错 那现在都3D曲线萤幕 3D曲面萤幕嘛 就是我们的手机 所以它旁边是 你通过2D是没办法探测出来 你是看不到的 所以看不到的话 一般的 现在的solution就是没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那所以我们极加要推出的也是一个 这也呼应到说 我们在CoreCon的这个program 我们就是要打造这个产品去解决 现在产线客户 就OE&ODN工厂的 遇到的状况 等一下我刚刚没有听懂 你说现在的萤幕都是2D的 已经旗舰机都开始导入3D的曲面了 曲面的 但是2D的这个生产线上面的这个检测 没有办法看出来3D的不良在哪里 对不良看不到 对 所以这是也是一个帮助 这是首期OE&ODN大厂的一个解决方案 是 OK所以图C的消费者可以更好的收到内容 然后在图B端 我知道你们还做安全监控 对没有错 安全监控的话就 一样是透过两个镜头 那它的相机通常会摆在 比如天花板 或是今天你进去一个无人商店 无人商店很红嘛 那你进去的时候 他必须要辨认说这个人 他的年龄 然后他的喜好 兴趣 以及他之前看过的商品什么 你要做智慧的推荐 所以如果有了我们的软体 你做3D比对的时候 你就不会辨别成别人 比方说我有一个双胞胎哥 或弟弟好 就是如果有3D的辨认的话 他就不会误会是别人 而且他可以直接跑出那个商品 就是说今天推荐我买什么 然后可以真正做到 可是这个应用场景在哪里咧 比如说是以后解锁可以用 以后安全保全 可不可以进大楼来上班 还有呢 这个应用场景还有什么地方 还有像之前推出 也很热门的Amazon Go Amazon Go也是无人商店嘛 那他们也需要3D 跟深度这个东西去做比对 可是我不理解的事情 是目前这些市场上面 都已经有2D的相机 就已经可以解决了 包含我的解锁 包含我的入大楼的识别 为什么还需要你的服务呢 这是因为呢 如果你只有2D 他的精准度是不够高的 还不够高吗 不是人脸识别 就已经什么99.97%是正确的 但那是在2D的状况下 所以如果今天你拿一个照片 假设我今天是拿 我自己的平面照片 还是骗得过的嘛 我懂了 2D还是可以通过的 是谁会这么 OK 是 比较少发生 但是如果今天是 你想像一个scenario 是在提款机 你要刷脸提款的时候 那这个 刷脸提款 但是你用一个照片 去放在那个提款机前面的 镜头识别 其实现在2D的摄影机 是会让你可以提款的 对 这就不好了吗 我不希望别人拿我的照片 就把我钱都提出来 对 或者是他就可以帮我打卡 比如说有些人可能 睡过头或什么的 他这样子就打卡也不好嘛 你说在上班的时候 就拿一个照片去 在电视 就是摄像机前面打卡 对对对 这样不OK嘛 OKOK 所以有一些2C的用途 有一些2B的解决方案 那你们跟我们介绍一下 你们现在台北办公室的成员好了 好的 除了我之外呢 在我们台北办公室 总共有8位伙伴 负责Business这一块的 就是我跟我老板 那我们有一个亚太区负责人 他叫Arthur 其他呢全部都负责我们的产品 工程师还有PM 比如我们产品经理 对主要的组成呢全部都是在 用我们的核心技术 应用到不同层面 比方说刚刚提到的安全监控啊 或甚至我们在ODI比赛讲的自驾车啊 自驾车 对然后以及到APP 我们全部都是在台北这边 可以做应用跟导入 那我们美国矽谷完全就是负责 演算法跟核心的核心的技术 也就是比较底层的这一块know how 在美国那边做 让我再理解一次 因为现在我们不可能去切入硬体的 摄像机生产的市场 所以你们的核心的技术 其实是原有的摄像机呈现的2D的影像 你们可以把它变成3D的成像 对对对对 没错 而且透过两个我们就可以合成变3D的 就2D的我们也可以直接转3D 这点完全没错 对对就是你们AI team 所厉害的地方 市场上面的优势 那我现在可以想到的一个问题就是 哇那现在这个全球可能各个业者 都会想要有这样的技术 为什么你们会想把其中 因为HighCore在溪谷嘛 在溪谷 很重要的公司在台湾 跟台湾的关系 是 主要跟台湾这边的关系 你刚提到伟创之外 为什么 比如说你是台湾人 剩下8个我才也是台湾人吧 都是啊全部都是台湾人 为什么是台湾呢 因为呢我们台湾 其实真的是个宝岛 主要有两点 第一个就是我们的人才 Engineer工程人才是非常非常丰富的 那也都是经验很足够 那包含在之前有HTC嘛 各种这些大厂 孕育出这个人才库 所以我们要找人说是非常方便 不管是从Android 从iOS 然后我们要写各种城市 几乎在台湾全部都找到人 对 当然现在在抢人才的大战 在台湾你还是可以找到很多很多的工程人才 这第一点 第二点呢我们以台湾为一个亚太的出发 出发地 是非常好的战略位置 为什么呢 因为从台湾出发到 比如说到中国大陆 或者到东南亚 或者到日本韩国都很近 所以呢 美国那边如果直接从美国飞 会有一些障碍 就是毕竟是远嘛 那我们这边接到客户去就不解决了 亚太的 所以等于是台湾这边作为亚太区的一个hub 然后你们在美国的市场 有你们的自己的总部 没错 我再问最后一个问题 我们这一段就稍微静一下广告 你想像说未来有一天 会不会现在很大的social的平台 包括IG 包括YouTube 包括Facebook 是 他们直接会内建就是3D的viewer 也就是说 下一个试带大家上传的东西 全部都是3D成像的档案 其实这点是完全正确的 我们非常相信说 Facebook有的这个解决方案绝对会 其他人像刚提到的IG Snapchat 全部都会跟进 可是没有啊 你就是说Facebook放上这个viewer 已经一段时间了至少三四年了吧 但为什么其他的 现在还没有看到其他的社交平台跟进 其实是因为像 大家其实也在观望 那毕竟之前Facebook它推出了之后 这content没有真的大幅度的成长 这是因为呢 我们发现大家拍的时候 如果你今天刚好你花钱买了iPhone的双镜头机种 你可以排没有错 但是你就只是排下当下的景象 你没有任何的creative 你可以发挥的地方 creative就是旁边的素材 然后让它比如说边框上有特色 特效 然后有不同的滤镜 这样子 没法编辑 没办法让它好玩 对对对 少这两点 大家就不会involve 就是不会投入这个事情 对 因为传不出去没有人要看 因为这跟engagement rate 就是大家去share 去分享 去like的动机降低了 对那这也是为什么 我们赶快推出这个app 我们相信这市场也是缺乏 这样的解决方案 对然后其他的社交平台呢 我们其实现在正在 也透露一点给大家知道 就是我们正在跟snapchat 有在谈合作的部分 snapchat应该是最容易接受新点子的 因为他们的user的族群年纪也很轻嘛 嗯没错 所以他们其实有这个意向 是发展3D的viewer 对对对对 我们可以license 因为在我们里面 代表我们就有这个核心的knowhow 我们就可以授权给他们 你的意思是怎么以后 他们会出一个snapchat手机吗 因为你知道美图秀秀 他们自己也出他们自己的手机 就是因为他们的软体 实在是太好了 是对所以你有可能这种社交平台 甚至你们自己出手机吗 我们不太可能 因为我们就不会去碰硬体这个东西 硬体的话我们交给 专业的公司或者工厂来做 那我们我们就是专门去发展 我们的核心软体的部分 那你刚刚提到社交平台做自己手机 其实不是不可能 因为我不是在他们公司 但是刚提到的是我们software license 就可以授权给他们 然后去壮大他们整个生态系 对这件事可以 今天跟我们一起在节目上面聊聊 是Jeff 他是在担任Lucy这间2D乘上3D 简单来说就是这样子吧 这个解决方案的公司 我们休息一下进一下广告 回来呢 多问一些你个人有关的问题好了 27岁 然后接触一个这么前沿的技术 而且市场这么广大 听你的心路历程 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谢谢 听众朋友还有观众朋友 欢迎来到这个IC梦想家的节目现场 那我们有一个星期呢 邀请一位在他的这个独特领域 去经营一个非常非常新的事业的嘉宾呢 在现场跟我们分享一下现在市场上面的趋势 今天跟我们聊聊呢 是Lucy这间公司 就是他们特别可以把2D的影像生成3D的这个立体的这个影像的档案 不论是我们的看照片或是看电影都会有更突出的重点 那我这边有一张照片 这个叫做endorsement真的很厉害耶 这个在我不知道因为是黑白的 我不知道有没有办法看得清楚 在这个是右边的这位是布莱德比特 然后在左边的这位呢是大卫芬奇是知名的导演 非常非常多的作品都出自于他们 那他们说什么 我非常喜欢这个设计 是他们在看这支手机的时候 这支手机 这支手机就是我们刚才在上一段节目当中 有呈现的就是3D成像 你不论是直接拍照 你拍照的每一个瞬间 他都帮你变成3D的影片 那甚至你看影像档 他都是3D的 嗯 没错 的感觉 就是直接是裸式 诶那我就很好奇这间公司到底是怎么诞生的 哦对 其实我们公司Lucy呢是在美国戏谷 然后当初是由Han跟Adam 两个遇到 其实朋友介绍 然后谈了之后发现说 我们真的要来做这个VR content 或是新内容 产生的工具 要让大家非常好用 然后可以 broadcast给任何人 Han跟Adam 这两个人都在美国戏谷认识 所以他们都是美国人吗 Adam是美国人 嗯 纯美国人 然后是史丹佛的博士 那你们CEO呢 我们CEO Han呢 他是华裔的德国人 他背光比较特别 对 他是北京出生 然后后来就到德国 一直到大学毕业 毕业之后呢 他到了戏谷 去攻读UC Berkeley Electrical Engineering 也是工程的背景 对EE的背景 后来呢 就到Sandisk 做PM 然后才遇到Adam 然后两个一拍即合嘛 就觉得说 我们对工程都有热情 然后想要去解决 现在市场产业上的问题 那时候就推出了 全世界第一台VR180的相机 让大家就是很小 大概这么小 所以他是一个硬体 是不是那个时候是个硬体 那个时候是个硬体 哇好辛苦 对我们从 是非常辛苦的 从硬体我们想要切入到 每个人的生活中 让大家拍都可以让远方的亲人 看到这个 你现在的环境跟场景 好像跟你在同个地方一样 对那当然也是有遇到一些问题 因为毕竟硬体嘛 非常难做 不要轻易尝试真的 硬体难做的程度 我的每一个朋友都可以哭10天 然后哭10集 就是来跟大家说硬体难做 所以后来公司就pivot了 对后来公司就在2017年的时候 正式pivot 变成软体为主 因为其实我们原本的核心技术就是软体 包含我们的Adam 就是一直专攻 这个电脑视觉跟AI的技术 所以我们本身的专业就不是硬体 硬体是由伪创来代工 是他们的专业 那我就真的很好奇 因为他们跟Adam 听起来就是 就是主攻美国市场他们完全没有问题吗 真的是只因为有伪创一个元素 所以让你们台湾的这个团队牵上线吗 就说这个矽谷跟台湾的距离 真的是一个投资人就可以 一个投资单位就可以拉近的吗 其实也不止啊 那当初我们是有一个同事 Mac呢他是在美国被hired的 就是工程师 但是后来大家也知道 不知道这可不可以讲 就是川普上任了之后 你的Visa越来越难抽 对啊 所以他就必须 回来台湾 对就必须回来 他自己本身是台湾人 他台湾人 他是台湾人 但我是第一个在台湾local hire人 哦明白了 后来才有这么多的同类一起加入 可是我觉得很特别是 听起来汉很年轻 你当然也很年轻嘛 可是你们在台北社里office的时候 你们hired到一个在猎豹出身的 2C的资深人物 对 其实我们非常用心 我先来介绍一下猎豹好了 猎豹他其实做的是 因为每个人手机上面 跟电脑上面都需要这个清理的 这个扫毒 对扫毒的东西 然后天哪两三年前 更早之前呢 就是中国大陆覆盖率火到一个不行 所以猎豹之后就做猎豹移动 从PC上面做到手机上面 大家都下载这样的APP 那所以推行让他growth的人非常强 那怎么会跑去你们公司 就是呢 因为那时候非常的幸运遇到他 我也是在一个 莫名的pitch的晚上遇到 那后来我们就 他因为他在猎豹 那时候在台湾就是 专门负责投资部门 那我就觉得应该要keep in touch 就要继续保持联络 后来聊着聊着呢 他突然非常对我们的 技术跟产品很感兴趣 他就很想要做AI的事情 但是大家也知道猎豹是 毕竟是大陆公司嘛 那他们AI的人才全部 部门也都全部在大陆 所以他很难接触得到 对 台湾全报也碰到类似的问题 就是他 就是离决策的核心 其实有一层啦 没错 所以呢他就有感于此呢 又看到我们有这么好的机会 也想要来帮助我们 因为他加入的时候 是在他起飞之前 在 01 13或14 那时候他很早期就加入 在他上市的前八个月 所以他是亲自经历过 从底到上市的那个阶段 爆发性成长 对 这段经验很重要嘛 如果他能把这段经验复制到 Lucy这间公司来 就很重要 完全没错 他可以负责我们亚太的便现 这一块 但刚听起来便现有两端嘛 2C现在应该不收费嘛 里面的App是免费的 不收费 所以重点就是2B 看是怎么做 让大厂会希望你们的服务 这样子 没错 2C的话 远程来看啊 还是有business model 怎么说 就是我们不收费 但是呢 我们现在跟品牌组广告 或者甚至是论坛这些合作 我们可以去收费 就是他当下 然后用我们的3DApp 我们就可以联名嘛 比方说我们这个月底的5G论坛 那我们就可以放上 跟他们联名的builders 就是那些 就是创意的素材 那我们可以把他们的素材 全部变3D了 这一段我们是 这是第一个我们可以收费的模式 那第二个呢 就是来到 就是说像大家买贴图 我们未来 我们会推出很多很多设计师 也名款的素材 3D素材 然后让大家去拍的时候 也有更多的创意可以发挥 对 所以主要是这两段 再来最后当然是 art最擅长的这个广告变现 但这是要一个爆发性的流量才能 广告变现 你提到这个我觉得很有趣 就是尤其是我在资料当中看到 我自己可能接触到 比如说像是时尚产业 美妆产业 这种需要特别新颖素材内容的产业 其实都在找新的方式可以呈现 比如说拍model 对不对 应该有更新奇的方式可以拍model 拍车子 应该有更新的方法拍车子 对不对 所以这个你觉得你的服务有可能改变广告呈现的方式 对 这是我们一直来看 现在广告也是一样在2D跟影片 那它可以去真的花很多时间去编辑也都没有问题 只是会到了大家还是一样去追求消费者追求新内容 那广告一定也是 所以在3D呈现上面我们不只拍很方便 我们在成像的时候也有这个解决方案 可以让大家就是看到3D广告 未来的广告不会再只是平面 它是可以动的 嗯 所以就变得更新奇更吸引了 那数据上显示呢 也不是我们自己讲 对 大概可以成长3倍以上的这个engagement rate 就是大家投入的程度会更多了 因为他看到就是新的观看的方式嘛 对啊对啊 新的方式 嗯 没错 我如果想要先经营一个媒体公司好了 我拍了一间2D的 拍了一个2D的影片 假设5分钟 嗯 用了你们的软体 或是用你们solution之后 我可以把这个2D的影片5分钟 变成一个3D的5分钟的影片 我们可以做这个事情 我们可以用AI去2D转3D 这是可以的 在影片方面也可以嘛 影片也可以 对可以 那你会怎么跟这间媒体公司收费 目前收费模式的话 老实说也是刚开始开拓这个业务 还不知道 所以如果是小鹿有这个兴趣的话 我们可以exclusive offer 不是不是不是 我是在想说未来是不是 会改变这个媒体 播出内容的这个形式 这样子 因为你说这个engagement rate 三倍 但其实也是非常非常厉害的 是 所以在收费这一段的话 我们觉得现在还是case by case 因为呢 如果有early adopter要来用 我们都非常乐意给他一个 甚至是一个非常低的价格 因为你们要show case 对对对先来做 好 你知道我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吗 因为我觉得 我不知道市场上面的成熟度有没有到 因为我也跟官方朋友分享一下 其实几年之前李安拍了一部电影 叫做比利林恩的中场战士 他用的是非常非常高的一个4D 然后120格 然后3D的摄像机来拍 当然那个时候去看电影的时候 还是要那个 眼镜 眼镜 但就算不要那眼镜的时候 因为他光是非常非常清楚 还有他因为已经是3D的摄像机了 他有一点点景深 观众都觉得怪怪的 跟我平常看的2D的电影不一样 我坐在华纳威秀就觉得 嗯这跟平常我看的东西不同 所以你觉得市场上面真的 不需要任何时间习惯这个 这个成像吗 我的意思是 那即使李安在好莱坞工业 推出一个新的电影 大家都觉得说怪 我觉得时间上一个技术的普及 绝对也需要一定的时间去 去让大家习惯 这这点当然是会需要一段时间 但我们觉得现在完全是一个好的timing 原因是因为呢 现在是4G接着的5G 可以让大家传递是即时 没有延迟并且呢是超高速 所以我在share不管是3D VR AR影片的时候 大家的反应编辑或者甚至是传递上面 都没有障碍了 这个才会起来 对因为现在你要去真的体验这样的影片 你除了有硬体上的 硬体上的状况要克服之外 你还有频宽的问题 对 在内容方面我们相信技术呢 现在就是越来越好嘛 技术一定是越来越好 可以降低我们的不适感 所以刚刚提到的是 观众在欣赏的时候的不适感 而这不适感呢是持续不断在降低 甚至未来呢 这个手机也可以放到大尺寸的萤幕 所以再也不需要这个硬体的限制了嘛 放到萤幕上也就是说我不用到电影院 然后戴上那个眼镜 我就可以在家自己看到3D的感觉这样 是啊一点也没错 女生很在意一个晕眩的问题 就是我不知道这跟你们的服务 会不会有直接的关联 因为你的3D成像如果处理不好的话 那个眼睛一不适应就会觉得 嗯 对 晕 这个是对 所以我们 我们的技术特别专注于这个校正 因为我们人的眼睛 每一秒呢 其实我们都在不断的去调整我们的 两眼之间 它的交互作用 就是相互对应的作用 但是手机上算是机器嘛 没办法 就透过我们的软体 我们是不断在做这个事情 嗯 那为什么也需要AI是在这个道理 它可以不断的调整 哦 帮忙矫正 矫正这个影像上面呈现的方式 对对对对 好 台北办公司还有在真人吗 目前为止 哦目前有 但最多就是一到两名 主要是 什么function呢 主要是偏市场 哦市场开发 然后去做VD跟presells 对跟marketing 跟marketing相关的 对对对对 因为我刚才看到你们那个 app的download rate还蛮强的 谢谢 所以就在超 啊一个礼拜内呢 现在的数据是 超过8000的download 所以超过6000多的organic 就是自然的流量 我们没有下任何一分钱 一毛的广告费 因为我们新创也没办法嘛 对对对对 要付广告费 所以那个广告费 现在游戏都在抢嘛 那除了这个之外 有超过 现在的数据应该是 8000到1万张的3D照片 透过我们的app 产生了 每个星期8000到1万张 因为我们也才上一个星期多 每个星期多 这个累积到现在 好新哦 8000到1万张 透过你们的软体产生 对对对没错 我觉得这是对于新创公司的 第一个星期launch来讲 是非常乐观的数据 所以其实他可能也扮印证了 市场上面其实是 喜欢这些新的东西 最后一点点的时间 我想问你个人有关的 就是27岁 然后在做一个 可能有爆发性成长的 市场的解决方案 你的感觉怎么样 你的每一天的 非常累 但是没有就是 应该说非常的有成就感 因为毕竟在做这个是 就是很全新的技术 然后又是台湾的团队 来做这个应用 我觉得是很 很开心能够 be part of it 然后可以把它 broadcast到 每个人的手机上 让大家都可以去用嘛 那我个人是 特别是觉得电脑视觉 因为声音的AI 也做到一个瓶颈了嘛 特别是跟阿德一起共事呢 然后把这技术 带到每个人的手上 就是我特别感到 很有参与感跟成就感的地方 所以你觉得未来 大家真的会在手机上面 不论看什么都是3D的东西 是不是 你觉得 我觉得是 因为 就是2D大家已经不满足了 所以either是3D 或者是AI 经过AI之后的3D 就是没有晕眩感的3D 就刚小鹿你有提到一个 没有晕眩感嘛 我们也相信这是非常重要的 这真的很重要 因为如果一有晕眩感 就是大家一不舒服 就会不想要继续关注这个内容 是啊 而且我们DeepTech嘛 那以前的话 我也做过FinTech 然后Education相关的 那我都觉得 从DeepTech开始 带到每个人的生活 那还是要解决 我们生活上面的问题嘛 在观看上面 在产生内容上面 对 然后再带到说 下一阶段 我们的 我们的生活如何被upgrade 如何升级到下一个层次 而且你刚刚提的 不只手机 还有可能以后手机 投在家用的萤幕上面 也可能是3D成像的内容 是 今天跟我们一起聊聊 是Lucy这间公司的 这个亚太区的VT Head 叫Jeff 那这一集 应该要好好的存档起来 因为呢 来验证看看3到5年 这个解决方案 不论在市场上面 或在业界上面 到底可以进步到什么程度 希望有一天 我们真的是拿到手机 都真的停不下来的程度 因为这个影像跟照片 都变得太好玩了 而且其中有很多是 因为Lucy提供的素材 还有Lucy提供的AI技术 谢谢今天Jeff跟我们聊一聊 然后也跟听众朋友 跟观众朋友说 我们下周日同一时间 我们欣赏再会 大家拜拜 拜拜 IC梦想家 由飞碟电台与脸书社团 跨域汇流研究所共同制作